哦吼 好像中奖了 真的 被交警抄牌了 这里不能停吃吗 好像只有我被罚单了 奇怪了 好像这辆已经被抄牌了 这里有痕迹 150块钱就这样没了 停了有半个小时这样子吧在这里 停错位置了 这边是没有吃位的 要被罚款的 那边有吃位的就不用 我没想到那些交警中午也连班了 他不休息了 我以为中午休息就停一下下 没想到下来 刚想挪走吃就被抄牌了 那些交警还在上面了 走了走了 在市中心真的是找个吃位 都难了困难了 医院那边有停吃场啊 4个小时起步 4个小时起步就是你停进去的话 4个小时那20块钱 你停进去半个小时也好 反正你超过4个小时的话就 5块钱一个小时 5个小时 也很贵啊 所以 走了走了 现在回出租房 停车好麻烦 这辆宝马也被贴拔担了 这个也被贴拔担了 这辆宝马也被贴拔担了 出租车就不用被贴拔担 私家吃就要 有些要不用 可能是刚来的 停到那边去吧 那边可以停吃的 真的是 买吃容易养吃难啊 有吃方便是方便 就是太费钱了 哎有些很多都是贷款买的 你买我也买 几万块钱一辆 我交警又在这里 今天跟交警很有缘一样 停到那边去吧 停到那边去吧 不要被他看到了 万一的看我不顺眼又给我来一泡就 就难搞哦 是吧 我这辆车新吃七万 现在卖出去估计都不止三万块钱 平常我都是开电驴比较多 电驴比较方便啊 除非开去搭客这样子 我才开吃去 刚回到出租房 买了一条鲈鱼 附近都没有鲈鱼卖 我去到那边才有 哇好肥的鲈鱼啊 花37块钱买的 今晚就做鲈鱼了 给我老爸吃 一斤多吧 这条鲈鱼 26块钱一斤 贵吗 好肥呀 好肥呀这条鱼鱼 把它切成两半吧 我吃一半我花吃一半 一条他肯定吃不完 下个月决定要换一把刀啊 这把刀真的是 切不了啊 对半切开吧 很多人都说那个羊姜刀好用 广东羊姜啊 我要买一把羊姜刀啊 再往上买 放点盐上去 腌制一下 放点油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 原味如鱼 炖番茄啊 我也没做过之前 第一次做 我自己想的 应该好吃 你们可以试一下 就是说 高档的食材 用最简单的就是说 保持那个原味啊 肯定好吃 很多网友说 吃这个鲁鱼啊 对山口有好处啊 所以要多搞鲁鱼 我就放了盐和油 其他什么都不放啊 保持软位 姜酒我都没有放 因为 因为我怕 这个姜辛辣 医生说不能吃辣的东西 我就没有放 满满一大碗 够他吃了 这是今天 早上煲的粥 搞一点粥给他吃吧 清淡一点 现在天气日 吃一点白粥也好 补充水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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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饭了 各位兄弟姐妹 这条鲈鱼要很嫩 接近软脂软味啊 炖的还不错啊 不嫌不淡 味道刚刚好 我爸估计下个月才能出院 这个月我算是报废了 就是说干不了活了 干不了其他活 只能在医院陪我老爸 小兰在家带小孩 我妈在家干点农活 种有很多花生 还有水稻 我爸进医院差不多十天了 时间过得好快 这段时间真的损失了很多小生意啊 真的 那些建材店老板打电话叫我去安装 有单子 我说我老爸生病了 在医院住院 要陪他 好像那些老板 就说很理解啊 好了 吃饱了 我又转给我老爸了 现在七点多啊 吃完以后 帮他洗澡 到排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 我就回出租房 我来休息啊 我没有在医院睡 等下我来再见 乖乖 乖乖 老爸今天换病房了 不能一个人占一个大病房啊 患病房 他食欲还可以 明天不知道吃什么好啊 大家有什么建议 感谢大家的指导啊 老爸没有那么快出院了 今天一大早 医生又拿了一套病符 这是做手术用的 还有做两次手术啊 他叫我 我建议我安装一个那个 吸那个浓真空那个什么 我也不懂 两千块钱问我搞不搞 我说搞就搞吧 放在这里先吧 还有最后一次缝针